仅靠双手就能出道的男星 玩一搏公俊邓为上榜 谁的手符合您审美 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男人 堪称门面担当 而对于手空挡来说 如果男星颜值出众 再加上拥有一双好看的手来说 更是加分项 就比如以下这九位男星 感觉有种仅凭双手就可以出道的济世感 美得让人实在无法拒绝 排名部分先后 一 陈兴旭 记得初看陈兴旭的剧还是在东宫中 不仅有颜值有演技 就连那双手也是姓张力拉满 十分迷人 21.5厘米的大手 食指修长 骨节分明 在他身上都是顶配的存在 人长得帅也就算了 就连手也伸得这么好看 真是让人羡慕至极 哪怕只是轻轻地扶一下镜框 也很难让人不关注他那绝美的手 二 张洛云 或许就连张洛云自己也想不到 只是默默地掏了把钥匙 竟不知套进了多少粉丝的心肩上 把麦式 青筋凸起 白细纤细 真的好绝 或许也只有长成这样的巧手 才能配得上 庆国第一先品男的手吧 而美美看到这双养尊储优的玉手 也着实满足了 对富家公子哥的幻想 三 汪夺 媚者吴江中 汪夺这般充满梦幻般的戏手 堪称人间角色 撩人于无形 指尖微微泛红 每一根手指长度的比例 都美得让人无可挑剔 美美看巨石 时时沉浸在这双手而无法自拔 一度忘了剧情的发展 仅凭一个用手遮住脸的画面 更是将病态感拉满 让人印象深刻 四 龚俊 当看到龚俊的手时 也终于明白他为何能当手磨了 食指修长且皮肤白净 哪怕是小说中那 温润如玉公子哥的手 也未必如此好看 果真是长在了 手控党的审美上 让人看了一眼 就由衷很想牵着他手走的冲动 而这双鲜鲜玉手 也宛如自带绿镜一般 不管做什么都自带苏感 就连打招呼都显得十分高级 五 碧文俊 说到碧文俊 不仅长了一双弹钢琴的好手 更是仿佛自带魔力一般的存在 无论是魔方还是悠悠球 只要是到他手里 就仿佛特别听话 同样是一双手 单凭这转魔方的速度 真的感觉他的手比别人多了好几个关节的记事感 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六 魏大勋 果然正如网友所称赞的那样 被誉为霸总天花板的魏大勋 一旦认真起来 他的魅力简直是无法阻挡 他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动作 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成熟男性的故事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就比如说 一个简单的拧瓶盖喝水的动作 在魏大勋的演绎下 竟成了展现男性力量的完美瞬间 他那双手 稳健而有力 仅仅是通过这样一个日常的动作 便应生生地控制了无数网友的心跳 他的手指轻轻一转 瓶盖应声而开 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信和力量 让人无法抗拒 而当他单膝跪地 那双骨骼分明的手搭在脚踝上 更是散发出一种难以言语的魅力 他的姿势及优雅又充满力量 每一个线条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 让人看了心神不宁 简直是无法自拔 他的这一动作 就像是电影中的经典镜头 让人一遍又一遍地回味 仿佛在那一刻 时间都为他停了下来 魏大勋的这种魅力 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外表 更来自于他内在的气质和对待事物的态度 他的认真 他的专注 以及他在镜头前毫不搅柔造作的自然表现 都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这样的魏大勋 无疑已经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霸总天花板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出现 都让人期待不已 如果不是看到这个画面 真没发现原来他的手不仅修长 而且也很有柔韧度 妥妥的斯曼男幽质感 果真是狠狠地get到了魏大勋的言 及这双极品的手 7.张灵鹤 在娱乐圈中 张灵鹤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颜值 被很多网友评价为仿佛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男神 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精心雕琢 就连双手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让人不禁感叹造物主的偏爱 对于众多手空档来说 张灵鹤的手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双手的杀伤力有多强 张灵鹤的手指修长有力 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无尽的魅力 无论是戒指 首饰还是手表 一旦戴在他的手上 仿佛都得到了升华 瞬间让人感觉他们的价格都翻了几番 他的手就像是最好的展示台 任何饰品在他的指尖都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而这双无处安放的手 无论是在活动现场轻轻一挥 还是在照片中随意一摆 都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任谁看了 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瞄几眼 仿佛害怕错过了这双手带来的任何一丝美感 张灵鹤的手 不仅仅是一双普通的手 他们仿佛承载着故事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每一次他在镜头前展示这双手 都能引发粉丝们的热议和赞美 这双手已经成为了他个性标签的一部分 让人过目难忘 成为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让人沉醉其中 8.王一博 在这个娱乐圈里 谁能够真正懂得王一博这双手的含金量呢 他的颜值自然是不必多说 帅气的让人过目难忘 但就连他的双手也长得比许多 女生还要好看 这不禁让人感叹 也难怪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登上热缩榜 王一博的手 仿佛是为了舞台而生 每一根手指都精致的如同艺术品 无论是戒指 手链还是手表 任何饰品一旦戴在他的手上 立刻就拥有了时尚感 仿佛那些饰品也因为他而提升了档次 他的手 就像是行走的时尚杂志 每一次亮相都能引领潮流 他那双大长腿已经足够吸睛 再加上这双大手板 无论他出现在何时何地 总能轻而易举地成为全场的焦点 他的手 不仅仅是好看 更是一种气质的体现 一种魅力的散发 正如网友们所说 王一博的手 每一寸线条都流淌着优雅与力量 那修长的手指 骨节分明却不失柔美 力度与线条的完美结合 让人不禁联想到他在舞台上的精湛舞技和生活中的细致温柔 他的手 既能掌控舞台的节奏 又能细腻地捕捉生活的点滴 这样的含金量 又怎能不让人为知青的 王一博的双手 是他艺术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伙伴 是他无数汗水与努力的见证 这双手 不仅成就了他舞台上的辉煌 也在无数粉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懂得这双手的含金量 便是懂得王一博在艺术道路上的坚持与付出 九 邓维 当剧情推进道图山景 在龙骨玉向小妖深情表白的那一刻 观众们无不被邓维的演技所折服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邓维那双仿佛被天使吻过的手 那一刻 他的手仿佛成了焦点 让人惊艳不已 邓维的手 白皙修长 指关节分明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无尽的仙气 在弹奏古琴的画面中 他那双手犹如艺术家的画笔 在琴弦上翩翩起舞 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位精通琴奇书画的青秋公子 仿佛他便是那位风花绝代的公子本尊 邓维在剧中的每一个关于手的特写 都美得让人心醉 那些画面如同一幅幅精美的画卷 让人流连忘返 总觉得看不够 尤其是他略微动一下手指的动作 那戏长白皙的手指 仿佛拥有魔力 让人一眼便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这样的手 无疑为图山景之的角色增色不少 邓维凭借着双手 成功塑造了一个既仙气十足 又充满欲望的复杂角色 观众们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被这双手的魅力所折服 不禁感叹邓维的演技之高超 在那一刻 邓维的手成为了剧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知以上这些男星 谁的手才是长在你的审美上呢 而娱乐圈中 手长得好看得也远不止这些 欢迎留言添加